最近登场的白晨香是一头蓝字发,看上去也是非常洋眼的 白晨香来自米11族,她的颜值很高,而且和小五有几分相似 在身材方面很苗条,很快就吸引了马洪君的注意 白晨香是典型的双马尾少女,这个发型和她的女命也很搭配 整体发上去也是非常俏皮可爱的 胖森的姑姑唐月华是蓝发女性,她的颜值也很高,而且气质出众 唐月华本来就是一个贵族女性 而且她创建月轩的目的就是为了供一些贵族子弟,学生养性,提升气质的 在唐三从杀戮之都回来之后,唐后马上就带着唐三来到月轩 最终唐三已成功起敬千怀,并且培养出了一身高贵的气质 最后再来看一下比比东吧,比比东的头发也是偏紫色的 整体形象看上去也是呈现出很华贵气质 比比东的头发配上皇冠以及各种蓝宝石,呈现出的形象实在是太美了 在比比东的这个模型刚刚出来的时候 很多人就已经吻现其中,并且喊出了五魂电逼声的口号 直到现在,比比东的形象依然很美,让人讨贼 对此,你是什么看法呢?欢迎大家留言讨论